大家好,我是凯 已经过年过了 还有你们吃东西很多了 所以今天我想要找你们一个 减脂的菜 所以今天准备三种菜 一个是韩式我煮沙拉 第二个是韩式垃圾丁 还有第三个是点心南瓜煎饼 因为里面他们不会配饭 或者是面直接会吃的 所以当然会减肥啊 而且用很多蔬菜水果 对,蔬菜有很多 里面有水果类的 韩国我们说 比较健康的吃的相关是 肉类一、蔬菜三这张的比例 所以烤肉都很多蔬菜 一起跑吃这张 今天的话呢 我们煮菜之前 我想要找你们 怎么洗蔬菜跟水果类的 所以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怎么洗 比较干净一点会洗的 其实很多粉丝们问我 蘑菇也要洗吗 清蒸菇也要洗吗 什么蔬菜一定要洗 所有东西都要洗 我建议是一点用的 洗碗筋一点点用 因为不是每个东西 作用谁 可以拿到 布里尔精尼小苏大高小洗碗筋 他们厉害的地方的话呢 在韩国他们拿到最高的等级的安全文字 韩国的这张三个等级本开 布里尔精尼的话呢 他们是最高级最安全的等级已经拿到了 所以你们这个洗蔬果完全没有问题的 先放水一下 一公斤的水里面的话呢 一点点 这张做好了 这张之后洗到里面进去 担心你看看很多泡泡出来 大概这张拌拌之后 你们要洗的蔬菜进去 大概这张一下之后呢 马上可以洗哦 椰子也一样 里面看起来有很多泡泡 但是这洗过的时候呢 蔬菜也可以 盘子也可以 因为这个有一些的淡淡的香气 但是不用担心 这个你们这张洗过的时候呢 没有香气 一点也没有留下来啊 这个看的时候呢 你们这边都还好 但是里面这边打开 这边最有机会有张张的东西啊 看不到的东西 看到东西都有 所以我建议你们用洗碗筋 洗碗筋全部直接进去之后呢 大概冻茶 所以布里尽尼 这个用的时候呢 你们用手做做很干净的感觉出来 现在我已经洗碗筋 和蔬菜已经洗完了 咱们去哪边煮菜吧 这边的我们刚刚全部洗好了的蔬菜 已经切好了 沙拉的蔬菜的部分呢 你们洗碗的什么都可以用 但是沙拉酱比较重要 所以今天我准备洋种沙拉酱 一个是芝麻的 一个是腊味的 芝麻的话呢 当然有芝麻 烤好了的 焯好了的芝麻 还有糖 还有水 酱油 金子就打一下 芝麻的可力 没有看到的时候要打哟 还有里面进去要没拿一次 今天做的量的话呢 5公斤6公斤也没问题的量哟 芝麻沙拉酱完成了 还有腊味的话呢 超简单 一些东西全部放进去做好了 粗 还有 酱油 还有芝麻 还有打蒜 还有辣椒粉 翻拌之后呢 香油进去 就这样准备好了 沙拉的话你们喜欢的蔬菜可以进去啊 我都要美生菜 还有罗曼 这些脆脆的有口感的东西进去之后 这些的软软的 还有一些我喜欢酷酷的蔬菜 或者是芝麻椰子 辣辣的味道也会有 还有 虾仁瓜 还有 葱姜 还有洋葱的话呢 写的里面泡写一下一下 那就减少一下 还有当然水果呀 干的 面包丁呀 这些东西都可以炸 但是 这个是减肥的菜 所以我不建议 干的水果这些的呀 都有新鲜的 对新鲜的椰子呀 或者是红萝卜这些的 吃的时候会吃饱的东西 因为我刚刚我说 水果呀 或者是别的东西没有炸进去 对吗 所以我芝麻占用 因为里面有一些糖进去 甜一点一点 还有芝麻的香气比较适合 这些菜 还有你们不喜欢 我真的不喜欢甜度的话 这个也可以哦 这个香油的甜度而已哦 你们可以选择 洋葱姜里面 一种可以选择吃吃看呀 OK 这张成品呀 第二个菜的话呢 韩式垃圾丁 但是呢 一般来说 我们韩式炒垃圾的话呢 我们用切片的方式用 但是为什么今天用这张切块的 因为呢 这个炒的之后呢 说是外面而已 对吗 因为炒片的话呢 说是会很多 所以你们吃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白饭 但是鸡丁的话 外面说是一点点 所以就直接会吃的 所以我今天用鸡丁的方式用 你不会吃进那么多量 所以我们要煎汤 对对 加粘油 还有打蒜 还有粘粉 糖 还有辣椒粘 还有辣椒粉 清酒 玉米糖粘 还有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酥子的部分的话呢 炒猪肉 炒油肉 炒海鲜都可以用 还是炒菜的基本的拉脏的 recipe 所以你们一次做的就都可以用 那边 翻翻之后 最后 香药进去 这样都要简单的酥子完成了 一次做的时候 真的冰箱面一个位没问题 所以你们先做 很多500口 这1公斤 还有你们需要的话 来这一点点马上炒炒 这样的话 很多炒菜会做哟 这先油进去一下 鸡肉进去 还有粘粉 一起先炒一下 这些你过年后都怎么吃啊 韩国的话 我们已经准备了很多菜最了 所以一定一些菜会留下来 整年都吃了 不会到整 年年有鱼 我今天想要问你的是说 你过年之后会不会减肥 哦 减肥 哦 这叫嘛 我不会减肥 哈哈哈哈 去你家大米了吗 鸡肉锁了之后呢 要这个酥子进去一下 你们觉得太干多啊 写一些一些方便没关系啊 大概一两分炒之后 青葱 韩国的我们很多 很喜欢这个的香气 这个知道吗 芝麻叶 最近台湾也可以买到这个呀 进去一下一下 OK 这张 成品呀 第三个菜的话呢 我要做南瓜煎饼 其实这个是南瓜的一个母鸡 但是我们母鸡吃的时候呢 隔天或者冰箱里面 进去出来就已经饮掉对吗 所以饮掉就要煎煎 炸热的方式可以吃的意思呀 所以我现在南瓜煎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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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会那么水分的里面 因为等一下煮过的南瓜 一直进去里面再一次要腻 加南瓜的部分的话 汤水里面再一次要煮哦 所以这边先糖 还有若桂粉进去 还有这个是斩粉 还有水 还有这个是干的葡萄 还有南瓜 这样煮一下 这样很乱的 之后里面的水分差不多没有的时候 这边有一边有脂一边有南瓜 所以这边的南瓜先拿起来 放这里进去一下 还有这个脂的部分我们等下会 sauce配用 好 开始翻翻一下这张 这样你们压的时候呢 有一些太脂的话 你用一本多一些进去一下 因为多了南瓜的鸡 因为每个鸡的南瓜的水分有一点不一样 这样这个大小的话呢 你们喜欢的大小都可以 我都要大概这样的大小 厚度的话 0.5mm左右 我们这个准备就要开始煎一下 这张之后呢 你们喜欢的掌食都可以用 但是我都要松脂 这张也可以 或者是很多红皂下面进去 这个煎的时候呢 不会有高火 低温慢慢烤一下 因为有做活度的关系 里面已经有糖 对吗 所以火太高的很容易夹掉 这张的人士两边都出来的时候就OK 这张准备好了 我们盛平盘 今天的很简单的菜准备好了 我们试试看 你看 很QQ耶 我觉得这个很浓 你们可能两个吃多 已经吃饱了 对 对 所以我们在过年之后 需要整身夹这些的菜也可以 还有呢 在这里煮菜的时候 洗水果 或者是蔬菜 担心安全的话呢 你们不用忘记这个 普丽金利小苏打高销洗碗筋 各大超市电商平台 都可以买到 两种不同的香味 拜拜 拜拜 拜拜